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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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是基隆好棒喔 我都想搬来基隆了 那欢迎大家今天来基隆参加基隆lunch的连续两个晚上的我们的演唱会 基隆办演唱会就是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有山有海 这个是其他地方的演唱会比较没有的 那我们希望发挥基隆的特色让大家玩的开心 今天呢也有非常多的市集 让大家可以边吃边听边听边吃 那希望大家玩的开心 今天也有很多很强的卡司 不管是市民好朋友还是外地来的观光朋友 希望有空就在基隆走走玩玩 记得要消费喔 促进一下我们基隆的景气 再次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基隆lunch 谢谢大家 谢谢 他情节忘了我 但是他并不晓得 遍体鳞伤的我 一天也没再爱过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其实这是我上次以来看过最多一次的人潮啦 然后其实今年刚好也是我们锁管季第20周年 然后其实去年也在潮进海湾节那边主办嘛 然后其实今年就想要扩大一点 所以特别跟文化观光局一起合作 然后也请了那么多重量吉卡司喔 然后也让今天的人潮真的是爆产 文化观光局跟产业发展处一起整合 针对我们基隆的夏天 做一次个整体的全面其交的推广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广 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来到基隆 不仅是欣赏我们吃我们的海鲜之外 也可以看我们更好的一个海景 渔港周边还安排了许多美食特产餐车市集 也带动周边店家的消费商机 晚上360秒的烟火秀更是将活动带到最高潮 台湾 throws出调盃 起码 现场观察 这场基隆浪曲音乐会嘉年华 充分展现了基隆山海的浪漫特色 获得民众大力肯定 周边店家也感受到八斗子鱼港碧沙博区这里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感谢市政府用心推广地方特色活动 让所有参加的民众 共同在基隆度过了快乐的夏日夜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道 而基隆浪曲江年华除了歌手卡斯坚强外 现场也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就是西美市长侯友宜 与市长谢国梁同框宣传 与市的优质鱼产品和观光特色 带动观光旅游的消费双击 一种是基隆的川套小卷 一种是我们新北准备的 苏大小卷 今天要抗击 两边到一起 第一名是广队 第一名是我们 你是冠军 基隆浪曲江年华的活动现场 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市长谢国梁的邀请下 两位市长共同行销 两市的优质鱼产品 锁馆等海鲜美食特色 期盼带动旅游消费商机 我非常谢谢谢市长的邀约 其实新北跟基隆 有共同的渔业特色 以及一村文化 所以很多的遗产品都是一样的 像基隆的手管 跟身败的手工 跟一个生物物种 那在了全台湾 大概将近百分之八十 所以两市除了在遗产品 共同行销推动以外 尤其我们的渔港 像我们的圣套渔港 跟巴豆子渔港 帮我们的娱乐船就有八十五艘 所以在整个 遗产的行销 以及我们的这个 渔业在官方推广上 我们都会共同一起合作 我们新北的修根阿 跟我们基隆的锁管 今天是强强联手 也由我们基隆渔会 跟瑞芳渔会 大家共同来推销 我们的渔产品 那我们今天这一次 我们锁管季 虽然办了二十年 但是我们非常开心 今天邀请到侯友宜 侯市长来给我们指导 而且最主要是 我们纳入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音乐演唱会活动 进入我们锁管季 所以我们基隆的锁管季 也走向另外一个层面的 城市行销 好吃的海鲜 配上动人的音乐 就在美丽的 山海必杀鱼港这边 所以未来我们会寻求 跟新北更多的渔业合作 更多的城市行销合作 今天也特别感谢侯市长 丽临到我们必杀鱼港 给我们加油打气 除了宣传优质鱼产品 新北市长侯友宜 也在现场亲自感受 基隆这场 山海音乐会的浪漫氛围 并肯定基隆市长谢国良 用心发展观光 推动市政 我们常常在合作 尤其我跟基隆 不但在衣产品推动以外 光静海联盟跟静海合作 来让我们的热社 能够被清除 能够永续海洋生态的 富裕跟保育 这刚才说是常常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同时在一个生活圈里面 基北北就是共同生活圈 尤其新北跟基隆更接近 因为我们有所有的鱼岗 所有的鱼货 大概都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大家带动我们观光 以及鱼乐的这个产量 它已经让大家能够被看见 这也是我们两个市长该做的责任 市长谢国良也相当感谢侯友宜市长 亲自来参加基隆举办的 首届浪曲音乐会 未来也将和新北之间持续攜手 更多的鱼乐推广 以及城市行销合作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在七度举办座谈会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 特别到基隆 跟立法委员林沛祥 市议会党团书记长蔡旺连等人 申源市长谢国良 现场满满的参加民众 为市长谢国良热情加油打气 而市长也到座位上 跟民众们一一握手致意 感谢大家愿意出来支持力挺 这次有蓝营的副主席连胜文 立法委员林沛祥 市议会党团书记长蔡旺连等人 在座谈会上向民众说明 应该让市长好好做四年 不同意一个不合理的罢免选举 那我真的认为谢市长是 他所有的一切的心意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 怎么样帮基隆变得更好 那我可以看到他 作为基隆的副主 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做的事情 可能抵人家四年都做不了这么多 所以我想对一个很认真 真的很努力在改善基隆 在推动基隆往前 迈进的这样子一个市长 我们反对任何这种 以政治为目的 这种恶劣的这种罢名型 因为这并不是为了基隆人 也不是为了基隆的未来 而是为了民营党 而是为了某些政客的未来 才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当然要站出来反对 希望能够让谢市长 能够持续的来为基隆的未来奋斗 每个人都很讨厌网军 对不对 不要讲里长 不要讲我们民意代表 你看讲到网军马上就出事情 不要讲里长 不要讲民意代表 我们一般人 在网路上 有时候讲话人家不喜欢听 就会被霸凌 就会被人家恶意的攻击 对不 我们觉得说基隆不应该有罢免 我们觉得基隆的事情 应该回到市政 国政上面 我们觉得基隆应该好好的 我们基隆市的资源 我们基隆市的关注 应该回到我们民生上面 而不是一枚杠 跟人家说罢免 对不 那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奇怪的账号 很多奇怪的声音 从旁边冒出来 你讲的不对 你没有觉醒 你没有怎么样 那我跟大家报告 9月底 去投资个不同意罢免 就是给网军一个大巴掌 很多人问我说 二截会不会过 我说 不管会不会过 我们都不同意 大家说好不好 很多人问我说 民进行要罢免你 你会不会忧愁啊 你会不会很难过啊 你会不会压力很大 我说不会啊 因为这个就是选举啊 如果要选举 我们再选一次 我们再击退对方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我要最感谢的就是基隆乡亲 很抱歉大家要再出来投这么多一票 但是你们要这样想 如果我们不出来投这一票 明年全国大家都出来要投这个票 所以我们基隆作为台湾头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 带给台湾一个平和 和平和平而且善良的社会环境 大家说好不好 再次来感谢大家 我们一起努力让基隆更好 让台湾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在地的来军议员也纷纷发言支持谢国梁市长 议会国民党党团书记长蔡旺连 肯定谢市长的政绩 全力打拼魏基隆 拜托乡亲站出来投不同意罢免 武党籍市议员张耿辉也告诉乡亲 过去证件跳票也从来没有被提罢免 上海线缆车 请问在哪里啊 这是市长那时候嫌疑的文献 在哪里啊 请你告诉我 有没有 有没有被罢免啊 没有 韩世玉议员也拜托乡亲支持谢国梁 投下不同意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导 再带来看周末在百福国中 有一场七堵区社区运动会 吸引了来自14个里 社区团体超过300位民众参与 市长谢国梁亲自主持开幕仪式 强调运动的重要与凝聚社区的向心力 运动员进场 七堵区社区运动会在百福国中热闹登场 29个单位团体共襄胜举 以趣味竞赛的方式 在台风过后活络筋骨 联系情感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们里面更加团结 今天真的很高兴 然后在台风过后 我们有机会到这边来运动运动 把两天握在家里的那种闷气 都出发出来了 展现活力与热情 发挥运动家的精神 由七堵区体育会承办的运动会 由市长谢国梁主持开幕式 现场有300多个民众 大家非常热烈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在凯米台风后 我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恢复正常的上班上课的城市生活 那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在郑锦州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把基隆市的体育环境弄的 让大家可以健康的运动 带来健康的身心灵 就会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 我们一起努力让运动 让基隆变得更好 身体健康推广到幸福家庭 期许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健康 基隆市体育会与市府合作 以不同的形式推广运动 鼓励大家走出来活络筋骨 我们希望说 我们又各自各自来运动会 让我们大家多运动 身体会健康 也非常谢谢我们小爱市长 来推动前面运动 不止各区的健康 还有我们基隆市的 人要青运动会 七土运动会 活动越来越多 让市民多多参与 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就是追求身体健康 七土区社区运动会的举办 要感谢很多单位的共襄盛举 感谢我们理事长们的参与 及社区理事长 及我们市政府三分局 环保局相关单位的协力支持 让我们这次的活动 能够很顺利的进行 感谢也很鼓励大家 走出来多运动 幕后推手体肤会理事长 郑镇锦州还预告9月7号 在外幕山的全国剑走大会师 有丰富的摩采品及参加奖 我们在9月7号的一个全国大剑走 在外幕山早上8点开始 现在重溢的有我们的六台摩托车 六十台变速脚踏车 还有锅把保密 大大奖感有700样的奖 希望所有的全师之名大家来运动 身体会健康 大家一起来参加 欢迎大家关注 金融市运动爱台湾 计划脸书粉丝专业 一起养成运动的习惯 锻炼身体更健康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另外金融市体育会 与崇佑影科技大学 将首度攜手合作 9月1号国民体育日当天 在国门广场举办盛大的 趣味运动闯关活动 将运动趣味化 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强健身心 将运动趣味化 设计闯关游戏 鼓励民众多运动 即将登场的9月1号 国民体育日 市府与金融市体育会 携手合作 将举办盛大的趣味运动闯关游戏 我们金融市今年的国民体育日 在9月1号 在国门广场早上 那早上9点开始呢 在国门广场 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 包含台上的表演 然后台下有很多摊位可以闯关 然后而且我们有体试能的检测 然后检测完呢 还会有小奖品可以拿 那欢迎大家9月1号 国民体育日 一起来国门广场运动哦 金融市体育会 集结多单位 进行筹备会工作 设计6款趣味运动游戏项目 9月1号 配合体育署 运动在台湾2.0的国民体育日 我们在国门广场 有一个很大的体育活动 有楼栗球 太极瓷 活力健康 还有我们的 曼蓝酒工 让我们全市市民来体验 只要有闯关过的话 我们有很多有T恤 还有运动拖鞋 还有这个电光站 希望全市的市民 大家来体验 我们的楼栗球的体验 还有太极瓷很多体验 只要通过六关 我们就送了很好的 很多奖品 希望全市市民 大家保证大家 鼓励大家多运动 强健身心 欢迎大家关切 运动爱台湾的网页 9月1号 闯关拿大奖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 你被挡住了 好 我来把它翻开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自身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依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 867 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惧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尽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逃除旧砖路整坪 基隆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阳山路 庙口桑圈的附近来推动旗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 也更安全 旗楼整坪 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 已助身明妙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否法无边 能变化牵手牵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父亲节快到了 基隆市新医区公所 特别举办模糞父亲 跟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跟议长佟子委 及多位市议员等贵宾 都到场献上满满的祝福 父亲节快到了 基隆信义区公所 特别表扬22位模范父亲 跟22位好人好事代表 由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感谢奖牌 包括议长佟子委 跟市议员陈明健 陈君佐 何淑平 陈怡 韩世玉 跟立委林佩祥秘书黄生动 信义区公所区长吴小慧等多位贵宾 都共同参与这次的颁奖 感谢每位模范父亲 与好人好事代表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感谢大家 与市府共同携手配合 度过这次凯米台风的考验 让基隆更好 那我们非常感谢无论是各局处 公所同仁还有议会 都给我们很多的关心跟指导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台风台米 我们能够团结的度过 就是一个非常团结的象征 在这边也谢谢局长跟信义区公所的同仁 大家今天辛苦了 那我们继续努力 让基隆更好 再次感谢大家 还有最辛苦的里长们 也要跟你们至上我们最崇高的经验 我们朱志伟里长昨天还因为 这个抢救他的里内的情况 而受到了一些轻伤 希望你早日康复 那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一样的还是感谢多年来辛苦的爸爸们 然后他的付出为我们的整个家庭 带来了很多的幸福 我自己也是一个爸爸 我每天就是努力 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更健康更快乐 每一位模范父亲 都是我们家庭非常重要的支柱 今天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113年度 来参加我们信义区模范父亲祭 好人好事的这个表扬大会 要拿到这个奖 非常的不容易 不但无私的奉献 也是今年累月 长时间在每一个家庭的付出 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付出 今天能站在这个台上 我们应该拜托大家 给各位模范父亲 还有好人好事代表 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也谢谢我们市府各单位的同仁 谢谢市长 大家用心的努力 让我们今天 在台风过后 迅速的恢复市容 让我们每一个岗位 都恢复轨道 祝福我们台湾 也祝福基隆 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大家 现场的另一个焦点 是前立委高嘉瑜 因为父亲高益性 获选为好人好事代表 因此他特别来到现场 恭喜祝福 也应邀上台 我爸爸从小 真的是非常的热心 那在他身上 那在他身上我也学习到很多 虽然我们家在这个 新一市场旁边 新二路196号 永新百货行 欢迎大家 可以多多来 那这个我爸呢 这个平常除了固定之外 还很热心 参与学校的事情 那所以在地方上很多 大家都叫他高爸 那我在他身上真的 也看到热心工艺 然后如何去帮助别人 表扬活动现场相当温馨 每一位模范父亲 与好人好事代表 都是家庭跟社区的最佳典范 获奖者也在家人的陪伴下 共同度过了温馨快乐的时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既有暖暖地内沉浮宫 是否西勤王爷 观圣帝君 圣诞千秋 举行西勤王爷 及众神出巡平安绕境活动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副市长邱佩玲 在民政处长张渊祥的陪同下 亲自服教参加绕境仪式 祈求众神保佑地方安定吉祥 大批神教镇头陆续来到陈淑公前广场 为夜巡绕境活动先暖身 时辰一道陈淑公举行西勤王爷及众神出巡 平安绕境活动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服教 参加参加夜巡仪式 我觉得很棒有这个荣幸 西勤王爷的夜巡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而且把我们的北港的艺术完全出来 今天非常热闹 听说有四百四五百个人 我们家族都来都在这间庙要保佑 对对对 每年都会一定会六月二十四 对 今天是我们看热情 冠军前副市长邱佩玲 民政处长张渊祥和市议员林敏勋 金庙方人员共同上香祈福 现场还分送咸光饼 让大家吃了保平安 我们在热情的时候 小朋友都 妈妈都会要这个给小朋友吃 就是会平安长大的咸光饼 我走跑了快七十个庙 我觉得基隆每一个人都好可爱 尤其庙里面 因为他们身心有音乐 身心有恩惠 所以每个人都很单纯 也很善良 很爱每一个基隆公庙的人 我们戏群王爷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是主要传统的这个戏体神 那主要是掌管这个戏曲啦 乐器等的这个神明 那所以说每年都会 我们办绕境的活动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这个 各方的这个友工 都会来镇头来一起来共襄盛举 来跟我们友工来互相占助支援 要进活动 吸引了大批民众参加 队伍浩浩荡荡出发 沿途经过多间庙宇 还有各式镇头 剪家胡家等联谊会都共襄盛举 传承百年宗教仪式 除了是一场有意义的活动 也带给民众心理上的抚慰 记者黄烧民就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欣市政做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